之前有人问火力军,你知道六代机什么样吗? 火力军在厕所努力了半天,终于给想出来了 六代机应该具备超机动性、超信息化态势感知能力 装备机关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 可释放和控制无人机群,展开风群式打击 但紧接着困扰火力军的问题又来了 六代机与五代机有哪些区别? 未来哪款六代机会先登场? 它们的战力又会有多强呢? 在当今世界能独立研制隐身五代机的 也就中美俄三个国家 像昔日拥有三四代机核心技术的英法、日韩等国 即使在其他国家帮助下都吃不上五代机的热饭 只停留在准五代机或是PPT阶段 但它们却很有梦想 想要弯道超车跨代去研发六代机 这在全球武器发展中是十分罕见的 就比如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就有自己的六代机计划 暴风雨 欧洲三小强的另外两个德法 也火动西班牙一起开展了FCAS项目里的NGF计划 这些没有五代机的国家都如此有梦想 那自然少不了永远都是军火领域领头燕的美国 同样搞出了属于美空军和美海军的NGAD和FAX六代机计划等等 一下子世界各国都开始了新一轮的空中竞赛 关于第六代战机概念率先是由美国提出的 如同美国最早研发并装备了第五代战机F22隐形战机一样 但到目前为止全球一直没有第六代战机的性能标准 各国大佬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出了模糊的性能概念 一边摸索一边制造 但大佬们对六代机都有一个一致要求 就是六代战机要有比第五代战机超音速巡航更高的巡航速度 而更高的巡航速度自然就需要更强马力的发动机 传统的涡轮风扇发动机肯定是遭不住的 冲压发动机是目前被看好的方向之一 而在这个领域里美国和英国是最具有发言权的 以通用和罗罗为代表的航空巨头 是最有希望解决六代机动力问题的 而这项技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就很难做到了 所以如果从动力装备角度出发 伯利军觉得美国和英国很大概率会先一步造出第六代战机 其次根据网络上流出的六代机模型图 我们还能看出六代机的外形都很科幻和流畅 这是追求超高速的另一种表现 为此欧洲三小强之二的德法两兄弟 甚至在自己的六代机计划NGF中取消了垂直尾翼的设计 只为追求极致的速度 但火力军有一点想不明白 德法兄弟这么追求速度 就不怕他们六代机的操纵性受到影响吗 如果没有更高的飞控技术 这样造出来的六代机妥妥又是一款飞行棺材 就像当初的F104战斗机那样 到头来只是个悲剧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六代机要么是原型机 要么还只是个计划 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开始建造第六代战机 只不过美国有F104失败的经验在前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技术优势 六代机既然要更高的飞控技术 那无人机的飞控系统绝对是No.1 无人机作为各种新型航空技术的实验载体 近几年备受关注 甚至很多人都在其身上看到了六代机的身影 而频繁推出新型无人机的国家 自然也就被认为是在积累六代机技术 比如俄罗斯苏霍伊推出的猎人重型无人机 它的外形很像美国的X47B无人机 或者是B-2隐身轰炸机 三角翼飞翼式的布局 大大降低了飞行的阻力 更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官方表示 猎人将作为苏武器的寥机使用 这不摆明了是冲着战斗机的方向发展吗 但不管是俄罗斯的猎人 还是美国的X47B 核心技术都是人工智能的无人战斗系统 这套系统肯定会被未来第六代战机采用 而且当人工AI发展到一定程度 说不准 未来六代机就能研发出无人版 摆脱战斗机对飞行员的依赖 就算不能完全摆脱 至少也会减轻飞行员的负担 提高战斗机的作战效率 飞行员是影响空战结果的重要因素 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 除了需要考虑飞机的性能外 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也会影响空战的结果 这要是换成智能辅助或是无人版 会极大提高作战功效 除此之外 飞行员是肉做的 一旦飞机的速度达到一个很高很高的水平 飞行员就会无法承受这种压力 轻则晕厥 重则提前见上帝 因此无人版六代机肯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目前世界上 人工智能技术最成熟的要素日本 但这个国家连五代机都没搞定 它不太可能第一个完成六代机 排除掉日本 火力军觉得在这方面存在优势的依然还是美国 因为日本作为美国名面上的小弟 要是将自己的AI技术提供给美国 那将会是双赢的局面 能进一步提前美国六代机的出现 所以火力军认为美国会成为第一个出现六代机的国家 其次是英国 说实话 美国真的不愧是军火领域的领头羊排头兵 别人搞的六代机都是一款一款来 它上手就是两款 一款是美空军的NGAD计划 另一款是舰载的FAX计划 要么是对自己有信心 要么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的底气 就比如其中的NGAD计划 通过近几年来公开的一些细节来看 我们现在大致可以判断出了它的基本出行 所谓的NGAD就是美空军自己的第六代战斗机计划 它的部署目标是接班自己的F22猛禽前辈 继续制霸未来的天空战场 大伙都知道 开荒难 一无所有的开荒更难 美空军的NGAD计划 从2010年开始到2018年设计定型 就单单这一项就花费了超过25亿美元 更夸张的是 预计到2025年 整个项目的花费可能达到90亿美元 这还不带美海军的FAX计划 花了这么多钱 六代NGAD战机与线服役的五代机 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一分价钱一分货 NGAD六代机的信息少 但不是没有 从美军公布的信息来看 NGAD并不是单只一架战斗机 它很可能是一个家族式战机体系的总称 由至少一架友人驾驶飞机 和数量不祥的辅助无人机组成 乖乖 这以后怕不是要群殴 而且这些无人机的功能 灵活多样 可以根据具体执行的任务 进行针对性的搭配 这就意味着 六代机的服务业务范围 被无限拓宽了 像油不够了 就来架无人加油机 炮弹不够了 就来架装载武器平台的 无人版六代机 甚至一些侦察 监视 电子对抗等任务 都可以交给无人版来做 有人的那架六代机 直接变成空中指挥部 体验一把当司令的感觉 与五代机不同 根据已有的数据 火力军猜测 NGA-D六代机的飞行速度和高度 将至少和现役五代机持平 但机动性方面可能有所驱舍 因为根据NGA-D六代机 穿透性攻击的原则 狗斗和战机混战 肯定不是它的主攻方向 大身板和长航程 才是六代机优先考虑的性能 而且美国当官的都发话说 NGA-D在未来 可能更像是一款缩小版的B-21突袭者 配备有大型的机翼和大容器的油箱 主要用于在太平洋地区 执行远距离飞行和打击任务 这个当官的看法相当有见解 火力军也觉得如此 因为相比F22专门为欧洲战场专门设计 美空军未来的六代机 侧重点应该要放在太平洋地区 再加上这片地区远离美国本土 且盟友稀少 所以NGA-D六代机一定要有大身板 来装足够多的弹药和长航程 进行远距离作战 另外一些美高层也在侧面证明了 火力军的猜测 NGA-D在未来可能会有两个版本 一个针对太平洋地区而打造的 远程打击版本 另一个则是适应欧洲狭小地域的 紧凑版本 总之就是往全能路上走 六代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隐身 在隐身技术上 不知道难倒了多少国家 NGA-D战斗机将会采用 比现在五代机更加隐蔽的隐身技术 美空军好像都已经开始在 F22 F35甚至是F117身上 专门测试这种要装在 NGA-D身上的隐身装备 当然了 NGA-D战斗机光机体隐身是远远不够的 既然是家族式的战机组合 那在未来很可能会随时随地配备一架穿透式电子攻击机 用来提供干扰和护航 双管齐下来加大NGA-D六代机的隐身能力 NGA-D既然是大身板长航程 外加且隐身 执行纵身任务的战斗机 那它的发动机必然要首选那种能持续性提供动力且足够省油的发动机 为此美国也是下了血本 从2007年就开始了自适应可变循环发动机的研究 目前有两家公司的产品已经进入到竞标阶段 它们分别是通用动力的XA100和普惠的XA101发动机 就拿视频开头提到的通用公司举例 通用动力的XA100它采用的是三流自适应循环设计 使用了最新的耐热材料 可以大幅度提高燃油和叶片的冷却效率 最大推力200千牛 能让战机增大至少25%的航程 速度提高约18% 并且更有利于战机隐身 红外辐射信号更小 对于战斗机来说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武器系统 没武器怎么能叫战斗机呢 据火力军猜测 NGAD战斗机很可能配备的武器 包括AIM-260A 联合先进战术空对空导弹 油损空对空导弹 高超音速武器 以及定向能量武器等等 别的不敢说 就单单凭着武器装备 有几款飞机是能够抵抗得了的 最后NGAD还会继承 显在F35的看家本领 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但是它很可能会取消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配置 因为这种雷达 虽然在交战时 可以让战机更快地发现对手 可它也是影响战机隐身的 一个关键因素 在F22战斗机上 为了掩盖ANAPG-77的能量 设计人员甚至特意加装了 ALR-94无源雷达探测器 将ANAPG-77的波段限制住来增强隐身能力 怎么样 现在知道了吧 美国的六代战机不仅会第一个出来 而且其战斗力作战意义都很大 说不准可以让美国在F22退役后 继续保持该有的空中威慑能力 那第二名的英国暴风雨计划 又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排在美国后面呢 火力军通过小道消息得知 暴风战斗机拥有超音速巡航 超强隐身 超机动性 超强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等 第五代战斗机具备的4S技术 同时它还在战机组网 无人机操控 引导攻击等技术上实现了创新 从外观上来看 暴风战斗机采用双发双锤尾 五尾翼布局方案 机头尾零型设计 和五代机战机并没有太大区别 这和我们所认知的六代机无锤尾的设计 产生了差异 实际上这也解释得通 你想啊 虽然取消锤尾能够进一步提升隐身性能 但是五尾的布局 无疑会更加考验战机的飞控技术 大英帝国显然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方案 但暴风战机有一个特色 是其他已击六代机没有的 就是采用了虚拟的驾驶舱 取消了战机内的显示屏和各种仪器设备 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和AR功能的头盔 满满的科技感 据说飞行员在驾驶时 就像是在看3D电影般 具备优异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同时操作也十分简便 整个机舱更像是战斗指挥式 飞行员摇身一变就从驾驶员变成了指挥员 同样的和美六代机一样 暴风战机具备无人驾驶的能力 可以实现有人和无人 两种驾驶模式的切换 并且也能指挥无人机作战 实现风群式进攻 这也再次证明人工智能 是六代机的重要指标之一 除此之外 暴风战机还安装有高性能相控阵雷达系统 是现在雷达功能的1万倍以上 隔着贼拉老远就能发现敌人 而且在武器方面 暴风战机的配置同样不简单 不仅能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还携带有激光武器 同时为保证充足的电能 它还在机身内安装了 劳斯莱斯动力推进装置 专门为激光武器进行充能 这样就可以携带更多体积的武器装备 暴风战机光屏这些先进的性能 就已经远超现役的五代机 那它能算是六代机了吧 如果你这样认为 那你就大错特错 虽然各国对六代机的性能概念比较模糊 但是与美国的六代机计划做个比较 六代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隐身性 之前我们提到 美国要在六代机上 用比五代机更加先进的隐身技术 而这项技术就是雷达全频谱隐身 意思就是 无论面对啥样的波段雷达 都能实现隐身 并且为了兼备红外隐身能力 能在多种探测设备面前保持隐身 美国在战机的外观设计上 取消了尾翼 机身更加扁平修长 近期到尾喷管几乎和机身融为一体 并去掉了机体上所有不必要的零部件 整个机体看起来十分光滑整洁 但这种设计无疑增加了飞机控制的难度 战机要在没有尾翼的情况下 具备更强的超机动性 飞行控制系统的要求会更高 而暴风战斗机并没有采用这种设计 其依旧保留了垂直尾翼 近期到也和F35十分相似 从外观上看 隐身能力并不比五代机高出多少 而且英国没有五代机的研制经验 能否研制出合格的隐身材料 还是个未知数 这是火力军将英国排在美国后面的原因之一 另外暴风战机与美六代机一样 最大的亮点是指挥无人机作战 但这性能早在五代机中就已经出现 就像之前提到的俄的猎人 美的X47B 并且无人驾驶技术也并非六代机专属 俄国的将军五代机同样具备相同的能力 因此大英帝国的暴风战机只是在4S的标准上实现了升级 并在各别领域有了创新和突破 虽然被英国人称为六代机 但其实更像是一款五代半战机 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会把英国排在美国之后的主要原因 那要想实现六代机还要面临哪些困难呢 这美国有通用 英国有罗罗 相信在六代机动力方面 它俩应该会很容易实现 但同时它们也面临着如何在实现高速和隐身完美协调的难题 按照美国六代机性能的标准来说 六代机标配的变循环发动机 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 推力要比普通的发动机高10% 能够节省25%的燃料 并且可以增加30%的航程 而在速度上 六代机的最大巡航速度要能达到2.5马赫以上 战斗机在突破阴障的同时还要突破热障 因为高速的飞机会与空气产生激烈的摩擦 机体表面的温度会高达上百摄氏度 尽管当前已经具备了抗高温的航空材料 但是如何能在高速飞行的同时降低自身温度还是个大问题 毕竟上百摄氏度的大型物体飞过来了 红外探测设备在很远的距离就能发现 而要想实现隐身与高速的平衡 美英他们要是不在技术上做出突破 搞出点大动静来 六代机恐怕就很难实现了 而单独对大英帝国来说 六代机难度就更大了 首先英国自身没有研制五代机的经验 虽然有不错的工业基础 也可以参考美国的F35战斗机 但研究经费是一大问题 虽然英国预计投资20亿英镑 用于暴风战机的研制 但想要单独造出暴风还是有些困难 所以在英国的拉拢下 意大利和瑞典也先后加入英国的六代机项目 英国希望通过这种众人其力的方式 在2035年实现暴风六代机的首飞 好替代掉自己的台风战斗机 而在欧洲三小强中 除了大英帝国在搞六代机外 德国和法国两兄弟也正在联合研制FCAS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相比于概念十分模糊的美英六代机 FCAS战机看起来要靠谱很多 这款战机在外观上和F22十分相似 采用可动垂尾和无尾翼的设计 进气道也使用的巨型二维矢量喷口 具备不错的隐身性能 发动机或将使用EG-200发动机的升级版 最大推力可达180千牛 武器上FCAS战机除了能使用流星导弹的后继型号 德法两兄弟也将研制一种新型无动力空地武器 名称为智能滑翔者 该武器将集成人工智能功能和创新的穿突防战略 对抗敌方的防空系统 另外FCAS也同样具备有人无人联合作战系统 风群无人机和激光武器 反正六代机该有的设想FCAS都有 只不过实现起来比英国还难 德法兄弟希望该机计划在2025年试飞 并于2035年之前服役 可能也只是想想 FCAS战机在技术上和暴风战机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网友更愿意称FCAS战机为五代机的翻倍版 好了本期关于六代机谁会先登场 霍利君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肯定会有片面的地方欢迎您来指证 同时也欢迎您留下对六代机谁会先登场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